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最近車市也有一些新話題 包含了像特斯拉 最近也好夯喔 有沒有一些特斯拉概念股 值得大家留意呢 我們來連線資深分析師 邱鼎泰 鼎泰哥 主播你好 大家好 我們來提一下特斯拉 因為最近特斯拉股價在美國 這個飆盪的一個高點 新年的特斯拉蠻特殊的 是從這個地域到天堂 新年年數來說 新年年底 年數的時候來說 新年年底 可能這個話題來說 全部都擴產好幾家 這樣高盛去一直以來看壞這個特斯拉 那其實我們看完最近的這個 這個從6月份的176塊 是今年的低點176塊美元 到上個禮拜五均來到405元 譬如說它翻漲了大概 就說這個大概接近半年的時間 翻漲了1.3倍 那過去兩個月的話 也大把他翻漲了50% 那因為我剛才說過嘛 他本來又傳出到破產的傳聞 讓他自己懂台 各地好像在中國上也不太點點 不過他還是有他的一個好處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看到他在這個 中國建這個超級工廠 那因為這個建超級工廠 然後最近也早上在德國 我也要建這個超級工廠 那中國建超級工廠的一個好處就是 中國給他最大的優惠 包括在稅務上 包括 每一輛Model給他 補助1.5萬塊的密幣 所以 包括當他美國的Tesla的股價 美國的政府是給他 那他美國 Tesla的Model股價是漲下的 在中國 他反而是降價 為了從業績 降價大概兩成 所以目前市場上認為說 包括整個美系的外資都認為 未來的這一段 未來10年20年當中 Tesla真的是 國際這個電動車的一個霸型 那我們要從兩個方面來討論 這個Tesla概念 我想大家都耳熟 叫做貿年KY 3665的貿年KY 今年前三季 EPS就賺了11.46元 那已經逼近去年11.85元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核大前三季是賺2.2元 那去年一整年賺4.85元 核大比較差 所以同事們你要選股的話 就以這個貿年來做這個選股 不過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不知道 白鮮跟這個同事們有沒有注意到說 Tesla最近一直在飆高的過程當中 往年3665的這個貿年 或者核大壓都會飆半天 為什麼這次沒有呢 然後跟大家講 一個月前我們就發覺 Tesla Tesla這個華爾街 Tesla電動車 Tesla自己說的 大部分的零件要交易 他本來就是以跟中國跟日本合作的 那多增加一個韓國 所以他大部分的領主 就要交給中日韓 雖然沒有說要剔除台灣 可是台灣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的這個小壓力的話 我覺得大家在選股的時候還是要留意一下基本面 因為台灣的這個貿年跟核大的話 對於Tesla的占比 營收占比不高 所以如果這兩檔選股的話 我倒是覺得說 朋友們你可以留意3665的貿年 畢竟它基本面 那未來也有機會搭上這個非常鼓掌的一個業者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我們謝謝鼎泰哥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車商要搶年底的換車潮 是紛紛推出了這種七人座的變形款 五加二人座第三排還可以隨時調整 業者標榜這一百七十幾公分的兩位成人 坐進去都是沒有問題 然後另外一家也是挑戰這個五加二最低價八十萬有找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報導 最基本五人座的車型 後座有隱藏機關 只需要在椅背的袋子上面輕輕往後拉 同時可以利用袋子調整椅背的角度 不是正統七人座 而是當你有更多人想共乘 原本行李箱的空間就能挪出多的位子 以記者身高166公分來說 我實際坐著的感覺 大概膝蓋跟前座還有一段的距離 那麼業者是標榜後面的空間 可以坐兩位一百七十幾公分的成人 平常沒有第六人 第七人時 攤平後能擺四個二十六寸行李箱 整體車身也比一般中型休旅車長 上市前詢問度就很高 預購訂單正式突破一千台 年底搶換車 業者推五加二人座 價格將近一百二十萬 為這個台灣消費者量身訂做的 兩個人溫馨家庭接送 五個人共乘 甚至三代同長七個人出遊 車內能監控PA2.5 前方四個冷氣出風口能獨立操作 另一款五加二堪稱國產界最低價 藏在這個第二排的椅子下面 也可以變成是六人座 變形版六人座也OK 國產這台八十萬有找 光是十一月就賣出一千兩百零三台 幾近單月前五名 同樣是主打五加二人座 現代汽車這款 預計年底車展亮相 預售價格一百三十五萬起跳 KIA的柴油版以及中華汽車 定價都在百萬以內 正七人座可能價格上 可能差不多一百五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是進口車比較多 那我們這種五加二的就是 你偶爾可以在休閒用 正七人座車身大加上少子化 使用頻率不高 車商紛紛靠變種的五加二人座 空間變化彈性多元 搶工年底換車潮 好 下一段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核泰車的股價 是再創歷史的新天價 雙品牌包含了TOYOTA和LEXUS 今年的銷量都是不斷傳出加一 也讓這個核泰車的股價 挑戰七百元關卡 稍後回來 財經大百話告訴你